好 接下来进入你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怎么着 即兴口语表达呀 还是现场给我们模拟一个节目的主持啊 作为你的技能展示 算了 唱一首歌可以吗 哎呦 可以啊 当然可以 来 我们掌声欢迎 Zither Harp 从小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 它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 包括它的歌词 我觉得都是很纯洁的 所以选择今天在这样的场合里面 送给在现场的所有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远远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 就你选了四个 其实行政和公关说实话 并没有那么适合你 或者对你来说发挥不了所长 但你没有把自媒体放进去 是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自媒体最先我是有选择的 但是可能是我个人的认知吧 我觉得自媒体可能是一个青春 就是短暂一点的阶段里面 可能是让我会比较辉煌 但是随着岁月的增长 我是会被淘汰掉的 不 这个你是主持人出身啊 对吧 那你是不是认为 主持人也是个青春饭呢 我觉得主持人不是 主持人是越沉淀 就像老九一样 越沉淀越有他自己独有的魅力 年长有年长的好处 但是新媒体就从事新媒体的 这种新生代太多了 一波又一波 他对新媒体的认知 让我特别的意外 我对新媒体的认知 是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女主播 在女主播培训啊 她会讲一些 关于新媒体的一些事情 所以可能她讲的 也是比较片面的 在后期我也没有 自己去查相关的资料 因为我的理解也是片面 可能只是针对于 直播这个领域